桌子椅子全堆在地下室 但究竟自己买的停车位 能不能放杂物或停机车呢 每一个车主他必须要有一个 他的回转空间 应该在做一个这一方面的制止 有人停但是就是有规划多少 一般大楼停车位大小多在 225乘以575公分 要弃机车双停空间很有限 而且得一约定使用 不是自己说了算 他仍然是个公共空间 约定专用 那么我们还是要遵守相关的法令 和社区规约的规定 依据公共大家管理条例 就可以处罚4到2万 停车位学问多 若是法定停车位属于共同持分 就算自己买车位都得约定专用 能否放宽限制停机车 得看管委会 那我们也知道 我们下车都要开门嘛 对不对 互相比较好使用 所以一般我们是 比较不允许去堆放一些杂物 或做其他的用途 但若是奖励或自行征设的停车位 则属于独立产权 就像豪宅地下室的这一种 不过有例外的地方 像虽然在停下地下室 不过却有一个铁卷门的车位 像是这种 就是属于专游的部分 在车库里面 不管是要放东西 还是停机车 都可以自行决定 不只使用连买卖都有差 独立产权可自行移转 但若是共同持分 想卖车位也得同时卖房 那不管这个属于专有部分 或者是法定停车位 属于约定专有的部分 它全部是受到规约 去做规范约束的 停车位类型大不同 可不是买了就能 随尽所欲 东森财经新闻 刘伯喜杨昭台北 采访报道